請我們庭管處的黃科長 黃科長的大名是黃莉亞 莉亞 莉士草頭莉 我想各位相親大家好 那當然剛才大家講的都是現在的一個狀況 那在我們庭管處的立場 第一個就是說 他如果只要營業 他就一定要來跟我們申請登記和備而已 就是說針對他的要一小時 無論他是計次計時收多少錢 他要來讓我們知道要和備 你才能對外營業 那至於說他要怎麼去租用 還是說開放給什麼樣的人 就是說特定人士是不是要優惠等等 這些的話是由遠山飯店這裡 他來做一個管理需要的一個處理 那所以目前的話 他在我們就是說到98年12月底 只為止的部分 他只有針對林町的部分 就是每小時八十元的部分來跟我們做申請 那剛才有針對就是說 例如說有月租等等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他沒有在登記事項 他是不能做這樣的一個收費管理的部分 好那我想先簡單補充 來 那那個我請教一下科長喔 就是明明到了去年底的租約已經到期了 那從元旦到現在卻還違法繼續收費 那收到的錢這些的錢應該如何處理呢 臺北市停管處到現在還沒有就他們的停車發與准許的證照 所以停管處是否依照停車管理辦法 依照停車場法第26第27條的違法 依法開出罰款呢 基本上我想這個也跟大家做說明 當然取締是一個最後最後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在整個停管的一個業務上面 我們是積極輔導的方面 那當然就是說 他確實在12月底他的一個登記證就到期了 但是其實他最主要是找了一個租約的部分 那因為租約當然這就要怪到我們自己就是行政作業程序方面 通常他的一個行政作業程序比較比較就是長一點 所以他等於說他的租約的一個拿給我們的時候已經到1月下旬了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正在就是說整個申請作業正在進行當中 那他在這個期間的一個收費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再依停車場法來給予罰款 會開罰對不對 來 來 來 彈姐 彈姐 來 我們請科長先回去 我今天頭一次聽到 因為我一次塞車到旁邊 警察剛才我還是先勸導還是先開發檔 警察剛才我們是不是一包就先開發檔對不對 對 剛才他剛才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今天很感謝科長等一下發檔就開出來好了 但是喔 其實我們也希望說發檔開出來之後我也到這裡拜託我們台北市政府 一點點八十塊要求太過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的審查我要求停管處的處長出面來主持會議喔 所以這個金額我們等一下依照我們發言順序喔 所以這個金額我們不滿意 所以金額的部分喔 合約的部分喔 我們都有意見 有這條路是路 或是他屬於他們的土地 這是進入的繼承道路對不對 繼承道路可不可以出租出去呢 對 所以這是一個重點喔 繼承道路怎麼可以在門口設個柵欄 收我們人民的買路錢對不對 對 所以這點喔 因為今天來的官員這是科長層級有限 所以我們今天說讓科長聽請科長拿回去跟處長說好嗎 好嗎 要求決定喔 等一下喔 來 因為我們等一下我們這裡大地工程處之後喔 我們等一下也有一個 也有兩個代表會說 還可以補充 好我們現在請大地工程處的許副總工程師好嗎 許先生來 好這樣 許明輝副總工程師這是十指等了對不對 副總工程師是幾指等 已經十指等了 九指等了喔 好來來請來來 來幫我一下水下去好不好 嗯 剪演還有剪演還有剪演 還有各位登山友大家好喔 那我們 我們一直在推廣 這幾年一直在推廣那個登山活動啦 那我們也做了很多青山步道 那這邊裡面其中有一條就是我們很有名的建坦步道喔 建坦山的青山步道 我們不要再討論 我們不要再討論啦 阿官啊 喂喂喂 各位聽到吧 我盡量大聲一點喔 謝謝謝謝 不好意思 那因為我們在推廣這個青山活動 那本身這個地方 本來沿山地區當然存在很久了啦 那步道也都存在好幾十年了 那我們為了推廣這個活動 我們在這個 建坦山的青山步道 我們有主要三個登山路口 一個在中山北路 四端那邊 相信各位登山友如果走路 大眾捷運的 應該知道 那另外一個就在北岸路77巷 是碧海山村旁邊 我們主要還有這個這個路口 因為 這三個路口來講 剛剛講的兩個路口 主要都是希望民眾 搭大眾的 運輸工具 那可以從中山北路那邊進 那邊也是有一個小牌坊 那一樣步道上去 那另外 這個也是民眾用走路的方式 那當然 現在這時代大家喜歡開車啦 那要的登山總是先開車來也是一個方式 那這個地方因為存在已久 廣商分店我們了解當然是跟觀光機也有注重土地啦 那他聽說一年要散角3000萬 當然有他的壓力在 那我們是盡量鼓勵說大家搭乘大眾捷運 必要時如果要收費 因為我們立場來講 當然希望廣商分店做個比較人性的管理方式啦 以前 我們也一直爭取 然後跟廣商分店爭取到說 早上四點到九點 可以免費進來 這點登山有開車應該大家知道這件事 只是說現在他的做法改變 我們也不清楚說 我忽然變成八十塊怎麼樣的這種方式 所以以我們立場當然希望說 能夠鼓勵民眾盡量是利用大眾工具來來登山啦 必要時不行的話 因為他們是租用的 我們也無從說 就這個立場來講說 他們不該收費還是要不要收費 所以我們表達這樣的立場 謝謝 副總工程師 這是什麼 我們後面那些山 我們這次政府 台北市政府花多少錢來整建這條道路 多少錢 我們從84年到現在就花了兩億 兩億在後翻 結果這一條繼承道路不讓我們人民走 這夠力 我力 對 所以我現在請副總工程師 對 這是人民的管理 確定做給你們政府 好 那我們請副總工程師請回 對 兩億在後翻 我們今天知道 所以這件事 我們一定要盡視下去 一定要 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請我們 繼續發言 剛才很多人要補充 但是我們現在請 剛剛的羽球代表嘛 對不對 羽球 我們 河友羽球場會長 歐尼廟 歐會長 好嗎 你停對 剛才兩位官員說的 你的意見 聽說 兩位議員 大家 大家 大家好 我是我們羽山這個 風景區裡面 就創風景區 就有救場 兩百幾場 幾場兩場的這個 鳳羽有救場 我們裡面 有五十幾個火圓 齁 我們來這裡已經 六十年了 齁 我 今年八十歲 齁 每天都來 齁 以前都要 收錢 現在要 十幾年 二三百年 要收錢齁 所以 我們的 我們的救隊 裡面 現在 已經 全國 以上 來的人 已經 真正 比較少了 齁 所以剛才 有人說 叫我們 五湯 開車來 坐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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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進步 學院 齁 大家 大家開車來 這個 台底 早上都問 現在要求錢 這個伊莎 市政務 大家台北市的 來讓伊莎團隊 來收和我們 收好保育 有你嗎?有你!有你! 有你!有你! 所以我們大家 今天是很理想 來叫伊莎團隊 要考慮這項 請大家 願望一下 感謝大家 感謝歐明亮歐大哥